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內容是有關於物質的檢驗 在給你們的講義 理化總的講義 我把一坨拉股東西的檢驗都整理好 寫在上面 你自己拿回去看 拿回去背 這邊幫你複習一些東西檢驗的方式 第一個是檢驗水 這個我們前面已經問過講過了 第一個是硫酸酮 無水流三桶啥顏色 有水流三桶什麼顏色 顏色 無水什麼顏色 有水什麼顏色 應該是帥哥男 張子民不在 帥哥男 拍二號 起立 沒有水流三桶什麼顏色 有水流三桶什麼顏色 先講沒水再講有水 沒水是不是要 沒有特別顏色 有水是不是想要改變 不知道 沒有水白色有水 藍色 圓和平救你 無水流三桶白色 無水流三桶藍色 另外牙姑也問過了 前面也問過了 有水什麼顏色沒水 前面是沒有水 玉水變有水 顏色怎麼 什麼顏色變什麼顏色 蝦維珍 你說什麼變很粉紅色 藍色變成粉紅色 請坐下 我忘了拍他 不好意思 藍色變成粉紅色 OK 好這是檢驗水 檢驗氣體 我們很多的氣體是 我們教我們最早教的是燃燒法 可是那個燃燒法 事實上不能夠用那個方法 確定它是二氧化碳 但是呢我可以知道它是氧 因為氧有自然性 可以使餘盡復燃 可以使它燒得更旺盛 可以使它燒得更旺盛 所以檢驗氧 用它去 然後 檢驗氫也可以點燒看看 還有可燃性會燒起來 有淡藍色火焰 有些書上寫的不一樣 我們就不管它 反正我們課本上叫你淡藍色 尤其淡藍色就好了 淡藍色火焰 然後呢 在空氣中這樣做 會有一些暴明聲 嗚嗚嗚嗚的聲音出來 然後是因為受熱膨脹的關係 所造成的 有暴明聲 有暴明聲 然後 二氧化碳的解決方式 是應該是要怎樣呢 通入沉清磁灰水 好 第一個問題是有什麼現象 第一個是問有什麼現象 如果沉清磁灰水 通入二氧化碳 請問你 有什麼現象 有什麼現象 會產生什麼現象 黃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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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未有記得要拍你 來 後面的謝偉珍沒有拍到 不好意思 白色混濁 好 請坐下 他會產生白色混濁 銀歌戰結婚 那個白色混濁是什麼東西 什麼沉澱 那個白色混濁是什麼東西 什麼沉澱 蛤 他在這邊沉澱 他在這邊沉澱 這男子 黃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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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白色混濁白色沉澱 白色沉澱什麼東西啊 蛤 XX沉澱 那個XX是什麼 不會喔 炭酸鈣沉澱 謝偉珍救你 謝偉珍 謝偉珍 重點 檢驗二氧化碳 請用澄清石灰水 通入二氧化碳 會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那個沉澱 那個沉澱是碳酸幹 碳酸幹 檢驗酸鹼 就用酸鹼指示劑 一 抽到你的時候 隨便挑一個 二 告訴我酸中顏色 鹼中顏色 比如說你挑分泰 就告訴我 分泰在酸什麼顏色 在鹼什麼顏色 或者是你挑分紅 隨便 好 隨便你 來 隨便我 就是 先抽到的可以挑了 最後抽到的就沒得挑了 就直接挑人家剩下的 這位帥哥叫張開明 起立 第一個你挑一個 你要挑十蕊分紅分泰廣用 十蕊酸中什麼顏色 鹼中什麼顏色 這個問題後面還會再問 這個問題後面還會再問 穿中什麼顏色 紅色 鹼中 爛色 請坐 謝謝你 十蕊 十蕊 紅藍色 剩下三個 歡迎 來 我要找的是女生 這裡都沒有女生 怎麼都沒有女生 林敏軒 林敏軒 是女人 分紅分泰 跟廣用挑一個 我們來照一下中坤 分紅 分紅分泰跟廣用挑一個 不要來了 不會喔 不會喔 不會 不會就換人 帥哥 你厚史 體力 分紅分泰廣用挑一個 分泰酸中顏色 鹼中顏色 酸什麼顏色 鹼什麼顏色 酸是無色 鹼中 藍色 紅色 請坐 林敏軒座 分泰酸中無色 剩兩個 一個分紅 一個廣用 一個分紅 一個廣用 怎麼又都是男的 因為我要想抽你哥都抽不到 你又抽到這裡嗎 還是男的 也是男的 分紅 分紅 分紅跟廣用 剛剛哪一個 分紅 酸中什麼顏色 分紅酸中什麼顏色 黃色 鹼中 紅色 請坐 分紅再來 廣用 廣用 廣用中間多一個 是因為它是中性的顏色 也是要背的 所以你要告訴我 酸中顏色 鹼中顏色 跟中性的顏色 中性的顏色 中性的顏色 林敏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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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跳嗎 哇 廣用 酸中顏色 鹼中顏色 還有中性顏色 不會 黃色是酸還是鹼 還是中 黃色 黃還是紅啦 老師 跟你講 應該不是 都油喔 那是酸還是鹼 還是中性 酸鹼 怎麼叫酸鹼啊 疯啊 胡扯 胡扯 你做 胡扯 來 廣用 這個 中性是 它基本上 是紅層黃綠藍 變成這樣 紅層黃綠藍 越偏紅就表示越酸 越偏藍表示越緊 中性是綠色 我跟你說過了 這裡最常考的事情是池蕊跟芬菜 廣用也有人考過 基本上他會考芬菜 但是你還是要給我全部背下來 然後呢 還有 這個是我們前面在教周期表的時候 跟各位提過的重點 就是鹼土足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所以我怎麼知道那個玩意兒是硫酸 拿鹼土足的東西它的作用就會產生白色的沉澱 所以綠化肺加硫酸會產生白色的硫酸肺沉澱 重點是你要背後面 我要你記得 鹼土足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不是這樣會沉澱 這些東西是他的酸鹼 另外一個是我以前跟你提過的 鹽酸跟胺可以互相檢驗 檢驗鹽酸用胺 檢驗胺用鹽酸 因為兩個在一起作用會產生白色的綠化胺 白色的綠化胺 這就是有關於檢驗酸頸的部分 OK 前面跟你講一些檢驗的部分 到這裡有問題了嗎 沒有 OK